2018年12月14日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,我才政部员当组副书记,副部长张绍春受惠一案,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派员出庭支持供诉,被告人张绍春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,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执控,1995年至2018年,被告人张绍春利用担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、部长助理、党组副书记、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,或者利用职权、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,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、职务调整、子女入许等事项上提供帮助, 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务,共计折合人民币6698.008万元,提醒以受惠罪追究张绍春的刑事责任。 停审中,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,张绍春及其辩护人进行了执政,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,张绍春还进行了最后陈述,并当经表示认罪悔罪。 人大代表、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清了停审。